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来自领悟的喜悦 你又多了一层体会 不错 而且我发现自己最近私喝 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一个梦 如果你已经忘记了梦里的内容 为什么会认为是不断重复的梦呢 因为在梦里始终都有一首歌 萦绕在我的心头 什么样的歌 无法形容的美丽 又似乎很伤感 很遥远 又似乎很熟悉 你有什么感受 听到这首歌 仿佛我的心就变得透彻 想清楚了很多事情 所以你是来告别的 我感受到另一种召唤 也许我该出发了 好 老师的授业解惑之恩 弟子终生铭记 出发吧 汉飞 师兄你要回韩国 是的 该回去了 韩国是七国之中最弱小的 以师兄的才华 实在是有些可惜 没办法 那是我的国 也是我的家 出身在帝王之家 看来也未必是一件 幸运的事情 也许吧 你呢 有什么打造吗 师兄之才十倍于我 可以挑最弱的 我准备去七国中 最强大的屋檐下 去碰碰运气 你要去秦国 师兄见相 李斯比较现实 梦想说起来很美 但却非常脆弱 现实一点好 只有依靠秦国 我才敢于师兄 一较高下 所以下次见面 我们是对手了吗 希望不会再次 让师兄失望 那就说好了 不能因为顾虑同能 而手下留情啊 绝对不会的 师兄放心 我们自身后 为幼虑同能 一套 有趣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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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来酒 要好酒 我们没有名贵的酒 只有自己酿的烈酒 烈酒 有多烈 喝一口 酒想往喉咙里推一把刀子 这就是好酒啊 我要 快 要多少 两大壶 一壶给我 一壶给他 一壶给他 我应该把刀子的烈酒 我肚子饿了 去钓鱼 钓到大鱼 结果人钓到河里了 鱼跑了 钱狼也没了 所以 我肚子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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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如此深夜还在书写公文 真是情政啊 什么人 什么样的重要的公文 不写在朝奏竹简上 却要收藏得如此隐秘 卫兵 来人 有刺客 不会有人来的 他们都已经听不到了 李大人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把黑暗隐藏在黑夜里的人 你是叶木的人 猜对了 不过 唯一的奖励 只有死亡 你们 这帮冷血无耻的凶手 为虎所长 老牛 小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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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快 放开 快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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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夫人 学生在此苦苦守候 无意惊扰相国大人 请恕罪 苦苦守候 听说相国大人爱才 所以不远千里 以一腔热血乘凤 我这里不缺热血 学生有真才实学 而且是新鲜的热血 可以为相国大人带来新气象 新气象 那我问你 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雨天 这就是你的真才实学 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 拖下去 相国大人如果不信 我愿打赌 赌什么 宫廷朝政 胜负一手 岂非都是以性命为赌注 你这条命又指什么 相国大人的命可就富可敌国 大胆 你如果不是疯子 就是有胆子 留你命有什么好处 替大人未雨绸缪 你叫什么 学生李斯 大人未雨继续 做的留守 你不相信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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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不相信是谁 待会儿就能找到一棵大树碧鱼 我们的运气啊 一直都不错的 我回来了 想见我或是不想见我的人 终于还是要再见面了 哥哥 红莲 你终于回来了 哥哥想死我了 这么想我 那要不要请请我 傻瓜 我开玩笑的 你还来真的啊你 那当然是真的啦 你看看 大学上这么多人呢 看什么看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想看什么 不怕我戳瞎你的眼珠 红莲公主 小人错了 把眼睛闭上 你们也是 全部把眼睛闭上 谁敢睁眼 就挖眼珠 喂喂喂 他开玩笑的 别怕 别怕 我才不是呢 喂 你再胡闹 小心我揍你啊 哼 才不怕你呢 我现在有厉害的师父教我武功 只怕你打不过我 我是舍不得打你 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你 真是 你去桑海那么久 念什么破书 都没人陪我玩 而且你还玩失踪啊 好几支部队去迎接你 都找不到你 唉 我喜欢清静 你还喜欢清静 你又躲到哪里喝酒去了 是吧 身上一股酒气 我就没洗澡了 上个月 我可是在湖里 彻彻底底洗的澡 上个月 哥哥你好恶心 就是洗澡染了伤寒 所以不敢再洗了 别说了 快点回宫里去 哦 哎呀我送给你的项链呢 你是不是拿去换酒喝了 妹妹好久不见 你越来越漂亮了 天地间 真的有一种超越凡人的力量 在泥泥中掌控着命运吗 有 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天子已死 诸网纷争 逐鹿中原 乱世七雄 春秋世远 寒冬将至 天下无常 聚散流沙 逝者如川 天行九歌 天行九歌 两位王爷有令 我等押送军饷去边关 军情紧急 必须冒雨赶路 且不得多点火把 防招贼人 喂 喂 喂 鬼兵 这是鬼兵戒道 君想 君想的别想 君想不想 君想不想 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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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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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 大人 什么 南宫错也死了 是 五名主神官接连离奇死亡 那该如何是好 臣倒是有一个不二人选 逼可破此奇案 哦 什么人 便是相国大人 姬五业 你 相国 你可愿卫军分忧 臣愿意 好 好 我给你十天时间 到期未能破案 兴当自知 姬五业此时推荐老夫 实在居心叵测 安平军 龙泉军 皆是王亲 实难刑讯审问 这也正是之前几任主神 一无所获的原因 加之鬼兵作祟 若我不幸被鬼兵所害 自然正合了姬五业的心意 总使老夫命大 躲过一劫 但只要找不到军乡 仍是办案不利之罪 合着横竖都是一步死棋 究竟该如何应对 如果韩国还有人 能解开这个谜题 那一定是那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子里边请 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花天酒地 不知所谓 公子 来 我敬你一杯 公子 相国大人和张良先生求见 已恭候多时了 请 公子韩非 竟然是他 子女姑娘 兰花酿配上这金丝红玛瑙斩 确实相得一张 别具滋味啊 公子满意就好 我原本有支碧海珊瑚尊 那才真是兰花酿的绝配啊 可惜啊 前几日刚好换给了别人 听公子这口气 似乎有些后悔了 当然不会 我换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 倒还要谢谢那个人呢 祖父 张大人 我知道张大人看不上我韩非 我对张大人也没什么好感 你要走 我不会阻止 不过我相信 相国大人不会走 哼 你有这样的自信 哼 想知道理由吗 因为大人的腰带系反了 嗯 而且你脚上还穿着巢靴 那又如何 既反腰带 说明相国心烦意乱 下朝之后没有更换巢靴就赶来这里 表明相国急于求解 韩非礼数怠慢 相国大人十分恼怒 却还能站在这里听我说那么多废话 代表相国大人已别无退路 都说韩非完事不公 不想体悟察人却如此敏锐 不错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还在这里 继续听你那么多废话 相国大人雅亮 我已久赔罪 我们只有三个人 为什么放了五个杯子 又玩什么花样 这杯酒叫做南宫错 这杯呢叫做李希 剩下三杯 是不是分别叫做摇峰 南宫灵和王开 原来是在审查军想结案中 离奇死亡的五位主审官 不错 相国大人可知道 这五杯酒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是我提拔的 是我在朝中最得力的左膀右膝 现在人走了 五个职位就空缺了出来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代表的就是 相国大人 各位聊什么这么尽兴啊 怎么把酒壶都摔了呀 哎呀 刚想起来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把白玉酒壶 那么韩兄是答应帮忙了 但是相国大人 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帮你破案 你在父王面前 推荐我担任司寇之职 公子贵为王孙 为何要做这刑罚之官 我觉得司寇管理法章律令 比较好玩 公子既然知道 这事关重大 岂能儿戏 祖父大人 韩兄如果能破此案 的确也是司寇的不二人选 行 多谢韩兄 而且本岁一败安平军 好一个礼带淘江之计啊 自防不改 暗情离奇诡异 张家危在旦夕 才请公子出手相救 你别紧张 我说这些 正是因为我很欣赏你的谋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非 你来干什么 听说三王叔精于养生 研制一味龙骨八真汤 乃滋补圣品 要配置此汤可不容易啊 除了几稀有食材 还要炖熬足足九个时辰 方可饮用 不知此汤功效如何 那日鬼兵乍现 场面何等害人 我回复侯爷用了此汤 竟能安睡 如此庙汤可否多做一些 也留给小侄分享 这个有点难 此汤必须在熬成后当天饮用 隔日则功效全无 哼 原来如此 你来不会只是问养生这么简单吧 王叔英明 小侄想听听鬼兵结军响的故事 鬼兵 黄金就这样在雨中凭空消失了 鬼兵出现的地方是何所在 断魂骨啊 当年韩国打败郑国 海埃侯曾允诺凡投降者可免一死 最后却将郑国五千降族骗至新政城外通通坑杀 异常财人 此地正是因此得名 据说这次就是这些亡魂死不明目讨债来了 否则那些黄金怎么会凭空消失 我在案发现场捡到一些碎金 不如来试试 光线有点暗啊 小心着火 五行水克火 火克金 这块黄金竟然逆无情之意 欲水而化 欲火而燃 实在匪夷所思 而王叔竟然能够遇见 真是神啊 两位王叔可曾听过水消金 水消金表面看起来与普通黄金一样 但若遇水便会消如于无息 王叔以为有没有可能 那晚在雨中消失的其实是水消金 我们就是遇到鬼兵讨债 其余的一概不知 真正让我困惑不解的 其实是王叔的龙骨八珍汤 我的汤 王叔说此汤烹饪繁复 需整整九个时辰 才可做成 正是 案发当晚 王叔回府却喝了一碗龙骨八珍汤 有何不对 也就是说 如果当晚想要喝到这汤 不能等王叔回府才烹制 必须从一大早就开始准备 绕来绕去 你到底想说什么 王叔押韵军响 一去一回 至少要三天三夜 问题来了 那天王府大厨 为什么会为三天后才归来的王叔准备 必须当日饮用的龙骨八珍汤呢 就 难道王叔在九个时辰之前 就已经知道军响会被劫 自己当晚就能回府 公子真是好雅兴 今天又来找哪位姑娘啊 不 今天我想找一个男人 你来自兰轩找男人 对 就是前日在隔壁饮酒的那个男人 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 也许会越危险 也许我是胆子比较大 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完全不同 魏庄雄 能站在你这个位置跟我说话的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我信任的人 另一种 会被杀 也许现在我还来不及成为第一种人 但是我相信你不会杀我 是吗 因为这个 这是子女在前龙堂给我的礼物 盒中所藏的水消金 正是破解鬼兵结想案的关键线索 这份礼物 有另一个真正的主人 因为此盒是运用纵横之礼制作而成的 是鬼谷派的东西 天下寥寥 苍生涂涂 诸子百家 唯我纵横 又有谁能想到 在这小小的紫兰宣中 竟然隐藏着卫庄兄这样的鬼谷传人 一怒而诸侯聚 俺居则天下息 每一次鬼谷弟子在世间现身 都必掀起惊天骇浪 卫庄兄龙前余渊多年 突然回到韩国 又会给韩国带来什么呢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一边接受了子女 不明底细的礼物 另一边又接受了张良 风险未卜的推荐 可见你早有选择 但是要做成这件事 需要你的帮助 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 接下来 该轮到你向我证明 你值得我帮 卫庄兄说得好 看来我们达成了第一次宝贵的共识 我的环礼没有送错人 公子走好 明天再来了 这位兄台 对不住啊 本公子并非故意 本公子并非故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知道有人不想让我死 不想让我死 子女姑娘好身手啊 连鬼兵都怕了你 子女应该不是姑娘的真名吧 我很好奇 姑娘在成为紫兰轩主人之前 究竟是什么人 黑探我的过去 是很危险的 不是亲眼所见 很难叫人相信 鬼兵竟然会化作乌鸦 消失于无形 似乎每次鬼兵出现 都少不了乌鸦这个重要配角 有些人还没有想过 我无法选择 正在这一切 谁要不要 是个人 有些人 是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韩兄怎么一个人独坐在黑暗里 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有些东西隐藏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 对了 我是来禀报 韩兄给两位王叔的安排 已经得到王上的许可了 大人冤枉 我们上一趟在门上 帮我出去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帮我们冤枉 大人冤枉 帮我出去 帮我冤枉 帮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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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冤枉大人 韩非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想干什么 王叔 我虽是晚辈 但在这里 我是韩国之法 我已尚请父王 从今天起 两位王叔恐怕要屈居于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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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房来了 这是赵国密藏的杏花白 是我用一把古剑向连坡将军换来的 子房一定要尝尝 韩兄 你的身体 哎 功夫美人 空尊对月 乃人生两大汉事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明天是断岸现期的最后一天 你在担心 安平军和龙泉军虽已确定嫌疑 但如果死不认账 以二人的身份却也无法定罪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对两位王叔的处置了 你说若两人都不坦白 则交由韩王发落 但韩王是他们的兄长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就算免不了失职之罪 也很有可能会从轻处罚 那又如何 韩兄提出这样的条件 不是郑重其下怀 子房 你来看 这上面 你能看到什么 两个 人 难道 画的有这么差吗 你不觉得很像 安平军和龙泉军吗 被你这么一点拨 倒是有点像 哈哈哈 只有我这 子房也 现在 你看见了什么 安平军和龙泉军站于木板两端 看来我的画工进步神速啊 这是一架天平 万丈深渊上的天平 看似危险 但只要两人能一直配合默契 倒是有心无险 那我们就打破这种默契 你看这样如何 老四 你怎么样了 切莫乱动吗 老三 我听不清你说话 你想如何 虽然两人已不能互相交流 但只要维持圆状 依然还是可以保持平衡 那就再讲 如果谁能先招 就可免一切罪责 即刻获释 但是另外一人 恐怕就死罪难逃了 寒兄果然是奇高一招 你明白了 这场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 禀公子 老中传来急信 安平军和龙泉军求见公子 愿意招供 愿意招供 醒醒 我冤架了大人 大人 我冤架了 daran 王úa 不要 乱 你搞 我犯了 ded 亟 大人 这 这和之前那位主审大人死时一模一样 是鬼兵 鬼兵所命来了 吴雨龙泉军对军饷起了贪欲 曾密谋土之 不想却招来郑国鬼兵祸乱天下 鬼兵连日惊扰心胆剧烈 吴二人不死 空那鬼兵不息 吴一死谢罪 汉王莫要继续追查 空惹祸上身 龙泉军的认罪书也是 写得积无二致 同时自杀 死状奇鬼 韩兄 你看 两人都是一样 应该是两位王叔佩戴的玉佩 都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 之前死的几位主审大人 也丢失了随身携带的一件贴身之物 莫非真是鬼兵所命 公子 您吩咐的东西拿过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前几天 两位王叔每日的饮食 有毒 如果真的是鬼兵所命的话 难道还需要借助毒药 有人想杀人灭口 但为什么还要画蛇天族 从每个死者这里取走一件贴身之物 或许这正是整个阴谋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 我的两位胞弟就这样 大王 此案不可再查 大将军 这 这是为何 大王 据传言 鬼魂所走魂魄 就会带走此人生前的贴身之物 这桌上的事物 乃是几位过世的主审贴身之物 臣的手下在断魂谷中寻到 难道 他们真是被鬼兵 认罪书上已写明 若王上再要追查此事 恐那鬼兵会危及军上安危 自兴政城中闹鬼兵至今 人心惶惶 百叶凋零 臣也以为为国家设计着想 最好还是稀释宁人 两位爱卿所言有理 寡人并非怕那鬼兵 只是恐百姓受难 设计不稳 王上 只要在墓地举行一场亡灵祭奠仪式 便可令王魂安于九泉 不再为祸 也罢 相国 案子暂且割下 这祭祀之事就有劳大将军一手操办 若能平息此事 寡人必有重伤 臣灵祇谢恩 必须要找到军相才 对 老夫有言在先 破了案 找到军相 就许给公子私扣一支 不过 现在军相踪影全无 没错 找到军相之日 便是公子走马上任之日 祖父 好 我们一言为定 那么 老夫先行告辞 韩兄 没想到祖父竟然出尔反尔 此方 不必自责 韩兄的恩情 良铭记在心 好 要的就是你这一诺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杀人取物的真正用意 可现在线索已断 我们该如何寻找军相 破案若进展不畅 就不能只看案件本身 而要看人 看人 在政客眼中 世上只有两种人 电脚石和绊脚石 所有可能强阻自己的人 都是潜在的危险 那么 张开第十言 也是因为他已将韩非 看成了潜在的威胁 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 也就只能被当作 绊脚石扫除了 公子韩非求见 你说会给我一个证明 但却好像输得很惨 我这次不但赢了 而且是双倍 是不是想告诉我们 你之所以答应草草结案 就是为了张良 此女姑娘果然冰雪聪明 你少拍马屁 父王勒令张开地破案的期限已到 如果此案不了 其无业就会趁机大做文章 此方必定受到牵连 此事其一 你的意思是 这次所谓的结案 是你故意做给人看的 只有粉饰太平 才能让幕后放松警惕 这时候 正是发动反击的最佳时机 而张开地的食言 虽然让我暂时无法成为司寇 却因此得到了另一件 更珍贵十倍的东西 珍贵十倍 此方因此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 所以 我赢了双倍 公子如此笃定 似乎一切已尽在掌握 难道你已经有了被劫军饷的线索 这个 我还得多谢子女姑娘 我 我做了什么 那晚在天牢 两位王叔被人灭口 那个杀手没有想到 他螳螂捕蝉 却有子女姑娘 黄雀在后 你才黄雀呢 是是是 我用词不大 子女姑娘恕罪 你这个人看起来笨笨的 其实还挺精 那你猜 我有没有碰巧抓到那个凶手啊 我看难 不过 能在子女姑娘的追踪之下逃脱 新政城中有如此轻功的人 我想来想去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墨鸭 一个叫白凤 他们都为一个人笑脸 鸡无叶 鸡无叶老奸巨华 但凭猜测你就想抓到她的破绽 找出军想 当然不行 所以我要请卫庄兄一起去看场好戏 这一百枚金币你们尽情抢 谁抢的最多 我另有重赏 将军 公子韩非出现 是我的 韩非 他来干什么 大将军 这么晚了 是哪阵风把公子吹我这儿来了 深夜前来讨扰将军 只为君想一案 君想一案 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 为找到君想总是遗憾 君想为正国鬼兵所见 为神之事 不是人力所能挽回 公子不必过于自责 昨夜那些鬼兵托梦于我 说是很满意大将军的祭祀 他们还说要把那十万两黄金还回来 若是如此那自然再好不过 都愣着干嘛 继继续抢啊 以为金币会跳进你们手里吗 这抢 也要凭本事 凭手段 有实力 才有资格得到 闹哄哄的乱抢 输了也没个惩罚 无趣的恨啊 若是我 就换个法子来玩 会比现在有趣百倍 好 公子不妨说来听听 同样是分一百枚金币 我不用抢的 让玩游戏的人抽签 按先后顺序 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法 这么多人 每个人都提一个方案 那听谁的好啊 很简单 提出一个方案后 让所有的游戏参与者 对这个方案进行评判 如果方案不能获得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认同 提方案的人 就会被处死 什么 果然有趣 那如果这第一个人的方案没被认可 死了 又该如何 规则不变 按顺序继续下一轮 太简单了 最后一人只要否定前面所有人的方案就行了 反正前面的人都死了 钱就都是他的了 道理确实简单 但是结果真是如此吗 三位美人请抽签 竹签上写着甲乙柄 代表着各位的先后顺序 快抽签 快抽签 否则 现在就拉出去出死 倒霉死了 我 我是第一个 怎么办呢 多分的给你们 总可以了吧 如果没有你 我们两个分 肯定比三个人分得更多 说得对 将军 奴家还不想死了 好你个汉飞 提的什么馊主意 害死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其实玩这个游戏 最关键的并不是抽签的顺序 而是你分配的方法 你还说风凉话 我才不信 原本第一个人为了活命 一定愿意放弃所有的金币 给后两人 而第二个人 同样因为决定权 完全在第三个人 也只能放弃所有的金币 给后者 因此 一般看来 第一人零枚金币 第二人零枚金币 第三人 一百枚金币 是唯一的结果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怎么可能 我要多分点给他们 他们尚且不同意 这样的分法 你不是存心想害死我 你是第二个提出方案的人 对吗 对啊 那又怎么样 那么美人 何不设想一下 如果他死了 只剩下你们两个人 玩这个游戏 在只剩下你们两个的情况下 只要他不同意你的方案 那你就是死路一条 那 我把所有的金币都给他 天真 就算你愿意把所有的金币都给他 他同样可以不同意你的方案 而且他也不用担心你的报复 比起那样 比起那样 现在的这个方案 不仅你性命无余 还能拿到一枚金币 你没有理由不接受啊 我同意 同意 三个人当中 不算了 果真名不虚传 不过公子 应该不仅仅是给我看一个游戏 这么简单吧 这世上的事情 有的时候看似有力实则无力 看似劣势 却是优势 说得好 你的游戏确实巧妙 但是 你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 弱肉强食 只有力量 才是绝对的准则 你还想要这些金币吗 不 不要了 强者 可以随时改进规则 而弱者 根本没有资格来制定规则 公子 你说是不是呢 将军高见 非正好还有个问题 想请将军指教 讲 韩国律法 行不上大夫 劫持军饷的又是鬼兵 纵使两位王叔有罪 也不会被判死刑 我实在是想不通 他们为何会自杀 那有何奇怪 就算大王不要他们的命 那鬼兵也不会放过他们 认罪书不是说了 鬼兵讨债 但是几日前 我曾发现两位王叔的饭菜 被人暗中下毒 这 应该是有人暗杀吧 竟有此事 只是 现在龙泉军 安平军已死 死无对证 可如何是好 将军 我有个朋友 精通各种奇食药物 他最近研制出一种神奇的粉末 也许能够帮到我们 前两天 在两位王叔的房间里 做了个实验 这种药粉的奇特效果 必须在黑暗中才能看见 请将军命人熄灯 将军请看 这 就是证据 只要杀人灭口者 进过两位王叔的房间 这种粉末 就必定会粘到他身上 他已经无处可藏 其实 通过这个药粉的指引 我已经知道 军饷的藏匿地 现在 就只差去把他找回来了 公子 你真是立下奇功一剑 今晚与公子的一席对话 真是令本将军获益良多 公子不如多留几日 我们把酒长谈 岂不快哉 我们已经在这里 叨扰多时 岂能再劳烦将军 公子如此推辞 就算我肯答应 我这把战刀 也不能答应 我早看出你身边这位朋友 深不可测 济阳想试试身手 果真了的 将军 张良先生派人来传话 说相国大人已备下酒宴 等着公子韩非回府饮宴 将军刘布 告辞 全身而退 两位辛苦了 飞了一晚上的唇舌 口干舌燥 我们找个地方喝酒去吧 山丘上备下了酒席 卫庄兄 你应该会和我们一起去吧 喝酒我没兴趣 你知道 我一向不会只为喝酒而喝酒 刚才的戏码可还好看 还有一场 是我特意给卫庄兄准备的 那才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 但愿别让我失望 但凭卫庄兄品评 请 此处视野开阔 城中景致一览无余 公子可还满意 知我者 子女姑娘也 可真是个看戏的好去处 公子又说玩笑话 半夜三宫的 哪里来的人演戏 很快就有了 不信 你可以问他们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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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没有想着 不信 我叫你 登场了 将军府的轻微旌旗出动了 看来公子登门拜访的诚意 让姬无业动心了 我相信她不只是动心 而且很可能还会伤心 卫庄兄 这后面的好戏 还得有劳你一起帮忙演完了 我知道她一向很酷 但是她需要用摔别人心爱的杯子来证明吗 看来今晚伤心的人 不止有机无业啊 刘将军 左叶守军运以武功高强的黑衣人袭击 十万军饷全部 快说 全部被夺走 什么 一点都没留下 那个 也不是 这世上的事情 有的时候看似有利 实则无利 看似劣势 却是优势 韩非这小子居然敢算计我 韩王胜令到 什么 来人 莫阳 去把那个传令使带进来 是 你们稍后以我暗号行事 让他有来无回 记住 至悲为耗 是 将军 传令使带进来 韩王竟然派你来 传韩王胜令 姬无夜听令 见圣令如见王上 将军还不下跪 见圣令不行礼 乃是对韩王的大不敬 将军 皇天庇佑 福泽大汗 姬无夜献祭有功 既有三大功劳 其一 安平军龙泉军坚守军饷一案 立剑相国张开地 十人善任 其二 献祭祀之际 安抚郑国鬼兵亡魂 平息多年夙愿 其三 身谋远虑 勇夺被劫军饷 姬无夜功不可没 特赏黄金千两 丝绸白匹 蒲从五十 恭喜将军 一千两黄金 十万军钱 不仅你性命无余 还能拿到一枚金币 你没有理由不接受 大王将则即日 为将军设宴庆祝 臣谢过王上 韩非 你给我记住 这个大力 本将军定会加倍奉还 大王 恭喜韩兄如愿获得 司寇之职 兄长临危出手 破一案死局 又从姬无夜 虎口夺食 解了祖父之困 应该是子房道谢才对 子房思辨如神 心细如发 现引蛇出洞之妙计在前 为防姬无夜 铤而走险 斡旋安抚于后 这才有了昨夜 今晨的一场又一场好戏 如果没有鬼谷传人的惊天绝杀 即便知道了军饷藏匿之处 也只是鞭长莫及 渴望而不可得 你已经得到了法性大权 得偿心愿 何必再弄这些虚情假理 这只是你们这些王室贵胄的权力游戏 我没有兴趣 卫庄兄刘布 还有一事请教 你对姬无夜此人如何评价 他能活到现在 还执掌大权 可见你父王的昏庸无能 我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姬无夜不除 韩国必亡 想让我帮你 杀了他 我既然执掌刑法 当然你本杀人是犯法的 一定也不会允许其他人这么做 这个忙其实是帮你自己 帮我自己 因为我想让你取代他 然后呢 效力于你的权力游戏 不管愿不愿意 我们都已经置身于这个 名为天下的权力游戏之中了 这已经无法改变 但我们可以 一起来进入一个 全新的韩国 与现在的韩国有什么不同 第一 不再有金无夜这样的人 第二 不再有安平军 龙泉军这样的人 听起来 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吸引力 你还记得那个 在将军府玩的分金币的游行 那也如何 新的韩国 不要做第三个 看似战尽优势 其实注定死亡的人 也不要做第二个 得了一点银河想意 而苟国之争 韩国要做第一个 好 接无业权力滔天 并非这么简单 在他背后还有一股 遍布七国的强大势力 从昨晚离开将军府的那一刻 你已经上了他们的死亡名单 有形的生命 的确非常脆弱 但是无形的力量 就会坚不可破 无形的力量 天地之法 直行不淡 我给这股无形的力量 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 流伤 走 雨 行 until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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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每一把有故事的剑都如一首歌 随着世间的流逝 曲终人散归于尘土 你们的相遇是一段奇运 你们的相处 又会吟唱出怎样的一曲长歌 这把剑它的名字叫做逆鳞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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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动鸡无液 必须要先拔掉他的牙齿和利爪 叶木的四兄将 鸡无液撕咬整个韩国最锋利的爪牙 哀哀血衣喉 石上翡翠虎 碧海朝女妖 月下缩衣客 听起来还颇有诗意 他们做的事情如果算是一首诗 那必定是一首血腥无比的诗 紫兰轩已经注意他们很久了 葡萄美酒美人在怀 紫兰轩的确是一个耳听八方的温柔香 四兄将有什么分工 这四人再朝再也 都有相当的势力 分别从君 政 财 蝶 掌握了很多人的命运 血衣喉掌管十万兵力 翡翠虎副甲一方 军权加财力 的确已经够鸡无业嚣张跋扈了 你虽然求学在外 消息也不错 既然求学就少不得做功课 那朝女妖和缩衣客 又有什么实力 一个在深宫内庭 就隐藏在你父王的枕边 但是后宫家里众多 还在探查他的身份 他的话很多时候比众臣都有效 枕边相丰原本就销魂石骨 那么这个索依克 这个人是姬无业的情报网头目 负责监视朝野上下 一有风吹草动 姬无业会先知先觉 但此人最神秘莫测 隐匿极深 不得不说 鬼兵结想案能够破解 多少是有些运气 你知道就好 那你们起飞从一开始 就等着看我笑话 是整个朝廷都在看你的笑话 幸好我运气不错 因为有贵人相助 运气不能当饭吃 对我而言 喝酒比吃饭重要 四兄将很对我胃口 是最佳的下酒菜 你能不能看着子女姑娘 她更值得看 你知不知道 夜幕到底吞噬了多少 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 如果不是这样的对手 难道流沙是为了过家家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很清楚 哼 哼 我希望你能做分享 你先动了 你输了啊 要罚酒 你好无聊啊 你打算怎么做 要在黑夜里看清楚 先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 一双眼睛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也许 有一个 刚才交代的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将军 好 如果你完成的干净利落 我有重伤 谢将军 我把他赢给你 将军 你不要奴家了 如何 这个够不够美 属下不要 难道你嫌他不够美 这是将军的女人 无论美不美 无论活的还是死的 都只属于将军 为我做事 这是必须要记住的一点 你不算太笨 属下明白 去吧 出动了 太阳落下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刻 又会有一个人失去生命 在我们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地方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亡 也有生命诞生 那就好好活着 反正生和死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不知道这一次是什么人 不管他是谁 一定是做了一件最不应该的事情 最不应该的事情 荡了将军的路 别想太多了 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好曲 公子听得好投入啊 以往听说 赵国邝修的琴曲听后 令人恍若隔世 我还不信 今天听弄玉姑娘一曲 才知道 确实有人能弹奏 如此动人心魄的曲子 公子过奖了 邝修大师乃是情中圣首 弄玉望尘莫及 公子也是情中圣首 说到动人心魄 莫非是真的动心了 姐姐 我本多情 不过 面对这样美誉无瑕之曲 韩非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那就对了 弄玉可是我的掌心明珠啊 如果没有猜错 这首曲子可是叫做沧海珠泪 正是此曲 沧海珠泪 乐曲七晚伤感 又充满温暖 似乎 蕴含了诸多往事 公子明鉴 浓郁自幼学琴 弹奏之际 难免心有所亡 这颗火与马脑 颇为稀有 不知与弄玉姑娘 是何等机缘 这是父亲的遗物 莫非令尊 曾游历百月之地 什么都瞒不过公子的眼睛 公子又开始忒远了 还让人有点藏身之锁吗 是我俗了 自罚一杯 快点给我把人弄过来 快 不然有你们好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左司马 姐姐 怎么了 是刘大人 喝醉了 要点弄玉过去 姐妹们怎么劝都没用 我马上过去 嗯 姐姐 没事 你别过去 我来处理 公子 哎 无妨 子女姑娘整天要面对像我这样的俗客 自事辛苦 你知道就好 还说风凉话 我可不敢凑热闹 我很意外 你这次接受了她的邀请 也许 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 她看起来的确有雄心 但这世上从不缺少有雄心的失败者 这个男人到底是哪里吸引了你 上次我离开子兰轩的时候 你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告诉我 你的世界也许并不是那么遥远 解读我的世界非常危险 你最好小心 你的世界确实很神秘 虽然一般人都看不到这个隐形而庞大的世界 但实际上 他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只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紫兰轩就是这个隐形世界的眼睛和耳朵 你知道的事情好像确实不少 我还知道像你这样的人 我之所以能看到那个眼神 是因为你想让我看到 你看到了什么 悲伤 一种很深的悲伤 就像一条被困在浅滩上的龙 那种濒临死亡的悲伤 你是说 一个学业最出色的学生 整天碌碌无为 只能远远地看着 任由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堕落 一天天在酒色中 把生命消耗完的那种悲伤 我没记错的话 你的师兄葛聂 在秦国获得了嬴政的赏识 首邀成为他身边的第一剑客 对 就是这个眼神 所以 我们是一样的 你错了 我们不一样 好 有的人在浅滩上 只能是等死 而有的人 却是在等待水落石出 水落石出 水太深的地方 会掩藏太多的真相 只有等潮水退去 才能看清楚那些不为人知的杂草和暗礁 也许正因为这世上有雄心的失败者太多 我想看看 他到底属于哪一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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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好了 这位刘大人实在是难伺候的主 左司马刘易 姬吾叶一手栽培上来的 自然难伺候些 这个人一向好色凶残 今天喝得烂醉 不知怎么又盯上弄玉了 不知盯上的是弹琴的人 还是听琴的人 韩非 被人盯上了 有消息 夜幕那里有动静 姬吾叶要对韩非下手 既然坐不了垫脚石 那么就是绊脚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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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不可以 你们这么做是违法行为 是重罪啊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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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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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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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